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最近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什么有才的评论啊 网友朋友彭HH问啊 说土木堡之后明朝京师军力被摧毁 九边都有嘉宾有名一代 为什么没有像安史之乱那样打着叛乱 因为自从宋朝以后 地方的权力完全被收归中央 地方官员全部是中央派出的 你那个安史之乱 他能够叛乱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他不光是说犯这个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史 他底下的哪个到县令一级的官员 都是他的这个部下 都是他的部下 而且呢他是不光掌握了军权 还有行政权 财权 人事权 他什么都掌握了 你这个九边的这些总兵们什么的 你只有军权 地方的什么总督巡抚 知州知府知县 怎么会配合你叛乱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军队也是国家的 不是你个人的 你那家兵人数最多的就千把来人 少的只有十几个人 你就靠着这点人 你怎么叛乱呢 根本不可能叛乱 是吧 所以他就是宋朝以后 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反叛中央的事 除了清朝的三藩之乱 那可以看作是清统一战争的延续 就再也没有过了 道理都一样 就地方的这个权力彻底被收回到 被中央收回去了 再也没有地方这个这个世家大族 再也没有地方豪强势力 这些势力就配合了啊 好啊 这个网友陆腾飞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您讲啊 古代人几乎不出门 去趟县城吹到孙子辈 那么古代农民扶兵役 摇曳不也是去出远门吗 边疆首都扶兵役 是不是古代扶兵役 摇曳的农民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你这个就是有点太较真了 咱说点这个什么的话 就是太较真了 我说他不出门是没事不出门 对吧 他不像咱今天 比如说我出门溜达溜达 我逛个商场 我上趟超市 他这种事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那你比如国家要征调你 你能不出门吗 对不对 你征调你去去修运河去 你能不出门吗 征调你到长城 修长城去 你肯定得出门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就说那个 秦末隋末 丁男披甲 丁女传书 男的都去这个打仗去 女的这丁女 就是成成壮年女子去搞运输 那他肯定得出门 但是你别别叫这枝 咱的这个这个 不是你不要老举这种特例 就这个意思啊 不要老举这种特例 是吧 咱说他不出门 不轻易出门 没事不出门 主动不出门 是这个意思 是吧 好啊 这个 呃 网友朋友 VINCENTMARTIN 说有一种说法啊 在经济文化上 南方强于北方的过程当中 曾经出现过南方 从强于北方 到落后于北方的事件 是南朝梁武帝 侯景之乱开始啊 然后呢 到梁元帝的时候 江陵被西魏攻灭 大批高门士族 被掳到了北方 从而使南方弱于北方 在安始之乱后 尤其是南宋之后 南方在经济文化上 又开始强于北方 这种说法呢 是否准确啊 咱们讲这个南方彻底超过北方 就是在安始之乱之后 那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 这个人口难迁是吧 西晋的永家之乱 唐朝的安始之乱 宋朝的靖康之变 三次大规模一关难度 实际上在安始之乱之后 基本上的南方的这个形势 就已经强过北方了 至于你说这个侯景之乱的时候 是不是南方就比北方强 还不是 跟这个侯景之乱 比如说南方一开始比北方强 侯景之乱之后呢 南方又弱于北方 到安始之乱之后又反过了 不存在这个反复 那你从这个全国人口数字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你汉朝的时候 北方人占全国的81.2% 南方人占全国的18.8% 南方没有人 到唐末的时候 北方人占全国的50.2% 南方人占49.8% 基本持平 到了宋朝 南方人口就多于北方了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 苏胡熟 天下族 是吧 甚至这个路由说 朝廷在故都时 是在开封的时候 那就是北宋的时候 国家根本扬及东南 基本上就靠这个东南的这个财富了 那就是北宋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 他实际上说跟安始之乱 那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 网友朋友 这个嘿李问了一个问题 说听到一战二战的时候 老是说军官请年假 即使在战况激烈的时候 这种休假制度 也值在西方国家才有吗 现在军人在打仗的时候有可能休假吗 感觉打仗期间休假挺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也有啊 他肯定得得有得有年假 这种德国兵也能休假 那不光是西方有德国兵也能休假 你每年得休假 否则这一个兵一年到头在前线 那不就是他说这难听了 他们疯了吗 这不就是吧 他肯定得得得喘气得休息 但是他当时是这么一个规定 你比如说你一个德国兵 你要在东线作战的德国兵 你的休假的范围最西只能到柏林 只能到柏林 你说你们家在这个在在在波恩 你说你们家在什么这个这个 比如说在在这个亚深 你去不了 对不起 你不能再往西了 再往西陷兵就逮你了 你只能到柏林 就你可以回德国本土放松休假 喝酒泡妞 但是前提是 你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如果你是在西县驻守的德军 你最东只能到巴黎 连德国本土都进不了 你说我们家在这个德雷斯顿 我想回家 没门 你只能到巴黎 巴黎又有一切你想要的东西 爱罗威 爱马仕 全有 你就别再这个往往往东去了 他你都必须得有休假制度 不光西方有 今天也一样 如果战争矿而持久 你不可能不让这军官休假 是吧 他一直打 不可能啊 而这往往有的时候休假 是作为对这个立了宫的官兵的奖励 是吧 奖励 所以这肯定是要有的 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是吧 好 这个 网友朋友 这个BIGCHING 问了一个问题 说土耳其啊 有不少突厥人 我想问一下呢 东北亚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 匈奴突厥 达达蒙古 库曼清查 他们之间是同一个祖先吗 还是不同民族 文化上有相似之处吗 呃 你说的这六种人啊 你说的这六种人 匈奴突厥 这个库曼清查 是一个祖先啊 他都属于匈奴人的后代啊 就是属于这个中国 北方民族 其实也不能算中国了 就是就是北 北亚民族当中的 匈奴系的后代啊 匈奴系的后代 达达和蒙古是一个祖先 东湖系的后代是吧 雄奴人往后发展 这个政权被消灭之后啊 草原上兴起了这个柔染 柔染被消灭突厥 突厥完了回合 这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啊 一个系统语言啊 什么的 风俗啊都很相似 东湖之后乌环鲜卑 然后这乌环鲜卑之后呢 就是契丹啊 契丹之后就是什么达达啊 蒙古 这些人属于东湖系统啊 属于东湖系统 所以草原上 蒙古高原上是两大系统 匈奴系和这个东湖系 蒙古人属于东湖系 所以在成义斯兰统一蒙古高原之前 蒙古高原上是六大部落 是吧 六大部落 是吧 这个蒙古部 密尔启部 达达部啊 奶蛮部 克列部 汪谷部 其中这个呃 奶蛮和克列就是突厥系统啊 剩下那四部是东湖系统 但是他们的语言应该很相近啊 基本都属于这个阿尔泰突厥语系 所以呢 你看这个今天的土耳其人 他学蒙古语非常方便 包括他学日语 韩语都非常方便 因为他说有20%的词 词根都是一样的 都属于这个阿尔泰突厥语系 词根一样啊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他文化上的相同之处 这文化上 就语言上有相同的地方啊 呃 这个呃 网友朋友张力群啊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是欧洲30年战争的时候 奥斯曼帝国干嘛呢 他们为什么不趁当时欧洲 打成一锅粥的时候出兵维也纳 如果那个时候兵发奥地利 早已经打得兵皮降舵的欧洲诸侯 哪是养足了精 续足了锐的帝国精锐的对手 到时候只有被收割的份 苏丹为啥要等战争都结束了 欧洲人缓过劲来 才想起来大举出兵啊 咱不说别的啊 30年战争1618年开打 那个时候奥斯曼刚跟这个波斯萨法维帝国那吃了败仗 高加索带着一部分伊朗高原都给人拿走了 1622年呢 奥斯曼内部又闹了叛乱 苏丹奥斯曼二世都死在这场叛乱里 而且呢 萨法维王朝趁着这个奥斯曼的内乱 直接带兵打到了巴格达 两边一直争夺伊拉克地区 打到了1639年 这个时候呢 30年战争都打了20年了 基本上奥斯曼没有什么余力 再往欧洲打了 自己家这个后院的火还没灭呢 直到1645年 奥斯曼才开始向西和威尼斯打这个克里特战争 而且呢 这还打到1669年 这30年战争啊 都打完20年了 就是你要知道 奥斯曼的对手 他不光有欧洲 还有西部的伊朗 他跟伊朗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就跟那个萨法维王朝 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甚至呢他跟中亚那些国家贴穆尔帝国都打过着 虽然都是穆斯林 但是战争都打着 是吧 这个尤其是萨法维王朝是什叶派的王朝 他是这个逊尼派 是吧 所以两边的这个不共戴天 一点这个仇不比这个欧洲天主教跟新教的仇小 是这么回事 这个网友朋友吞吞吐吐 进进出出 起起伏伏 反反复复 这个名字起的真好 你这干嘛呢 说这个乾隆跟和珅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 那么古代皇帝中 是喜欢被属下溜须拍马的多 还是对这种热衷于报喜不报忧的人嗤之以鼻 只欣赏 不会吹 只会干实事的人多呢 这个问题啊 不用历史之就能回答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你说人性喜欢什么样的人 你是喜欢别人对你溜须拍马呢 还是指报喜不报忧 还是你会对这个报喜不报忧的嗤之以鼻 你只喜欢干实事的 就是你说话 不是嗓老老嗓你 老怼你 老给你提意见 中言逆耳 你喜欢这种人就完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用历史知识 就能回答这东西 是吧 网友朋友 goeffchung问了一个问题 说看了韩国电影南汉山城 偏尾有讲清朝把50万朝鲜人压回国内 请问这些朝鲜人的下场无和 是都被满话留在东北了吗 另外呢 这个朝鲜战争后 清朝将朝鲜世子作为人质带回国 几年后朝鲜世子回到朝鲜不久 暴毙而亡 有的说法呢 是被他父亲人祖杀害 袁老师是否支持这些说法 还请这就是还请翻牌啊 第一咱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这50万人怎么办了 那这50万呢确实是被编入满洲八旗了 那基本上就作为包衣奴才 留在了满洲八旗 那你比如说这个乾隆皇帝 他最宠爱的金贵妃就是朝鲜人 那他的这个金贵妃的哥哥金梁 那金贵妃的哥哥叫金梁 这个人在这个中国印刷史上很有名 就是这个清朝那个二十四史 五英殿大字版 就是金梁给排版印的 金梁是内务俘存馆 他就是朝鲜人 他们家就是当年这个太宗皇帝 从朝鲜带回来的那50万人的后代 这50万基本上就被编入八旗了 而这本身咱说这句实在话 这险族跟满洲人 他也很 他就一种一个民族嘛 咱基本上讲啊 都属于这个这个东北肃胜人的后代 东北肃胜系的后代 语言什么也很相通 生活习惯也很像 所以他就都被这个编入八旗 就被满化了 你问的那第二个问题呢 我无所谓支持不支持这种说法 因为我不是一个考古学家 我也没有任何证据去推翻 说是他杀的 还是不是他杀的 就是我对这种历史一案的问题 毫无兴趣 我也不去探讨这东西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反正他是死了 怎么死的 无所谓 无所谓 因为我也没在场 我也没在场 然后我也没有这个什么证据 说是或者说不是 所以我无所谓支持不支持这种说法 好 网友朋友北方的狼 问了一个问题 我初中历史老师说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好坏 就是看他做的事 是不是顺应历史潮流 那什么叫历史潮流 比如猛元灭送满清入关 算不算历史潮流 但是民间对于文天强和史可法的正面评价 又说猛元满清 不是顺应历史潮流 这个猛元和满清入关 对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客观的作用 算不算历史潮流 又或者说顺应历史潮流 判断好坏是个伪命题 顺应历史潮流 是一句经典废话 正确的废话 你还不如这么说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好坏 就看他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完了 这更经典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好坏 是看他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所以你甭管这个经典的废话怎么样 文天强始可法 爱顺应不顺应 就是值得祭奠 就是值得祭奠 岳飞爱顺应不顺应 就是值得祭奠 你要这么一倒 完蛋了 屈原抗拒祖国统一 对吧 那秦朝统一 你为什么不让统一 是吧 让岳飞抗拒祖国统一 文天强抗拒祖国统一 此刻把抗拒祖国统一 完蛋 完蛋 所以不要去琢磨这东西 没有意义 这就是一句废话 经典的废话 我过去教书 也得说这种经典废话 甭当回事 这耳的进 这耳的出 甚至连进都甭进 直接给堵回去就完了 好了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